今天我們歡迎了一個來賓 叫做小薇 我們請小薇說話吧 欸啊我給你百塊 我?欠人家錢 沒錯小薇 你欠人家錢你要記得還喔 OK 好那我想要請問你第一個問題就是 烏凱琳是你第幾個人多 52個 你今年幾歲 15啊 我每年都換大概七八十個吧 不知道 反正烏凱琳是我交往最久的喔 而且我跟你講他長得很漂亮喔 好啦我跟你講啦 反正就是我跟他是交往最久的 你知道幾天嗎 欸給你猜給你猜 3天 3天啦 1天 2天 有人猜對啦 2天 2天 我是小薇啦 不是不是七月那個廖庭威喔 是小薇 一文七月那個一文老師常叫著小薇喔 歡迎呢下週目上謝謝參加我們的靈異現象 我今天要講鬼故事喔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小鈴遇到了小薇 跟小薇說 小薇 欸你撿到這個 你撿到這個什麼 紅包 是誰的啊 小薇就說 我不知道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錢喔 只是我很想要拿走 我請你吃飯 真的喔 那本來就是我的啊 所以我要嫁給你啦 我跟你講 從此小薇就跟小鈴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有一天 大概3天後 他們離婚了 小鈴很傷心問著為什麼 因為小薇說 突然那筆錢用完了 我不想要了 結果 小鈴就每天追著小薇跑 小薇就說 你不要再追著我了 小 小什麼 小鈴就說 我沒有追著你啊 我是用飛的 我會永遠在你身邊 從此小薇每次要跟哪個女生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小鈴都會在旁邊看著 讓小薇永遠沒辦法離開她 這就是小薇的故事 歡迎下週一 下週一再繼續收看 下週一時間 同一時間